原味烹調 Bung to Table 生活美學 Dreams come true 我們的幸福主張 就是健康新主流 那 送給你 好像橄欖球 對啊 Danny 你幹嘛無緣故堆下來 我要綁鞋帶啊 等一下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嗎 我們在 南瓜田 對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 瓜田底下 瓜田底下 怎麼樣 不是瓜田底下 瓜田底下的意思是 瓜田不納履 底下不摘瓜 你剛剛就放了一個忌諱 在瓜田裡面綁鞋帶 是不OK的 對 你這樣子會被夾 我會頭看到瓜 就很想拔塌一下 是啊 這個南瓜好像跟你們老家 種的不一樣的品種 對啊 這次來找 就是找金瓜達人的土地 真的喔 對 那我們趕快來問他 到底這是什麼品種 K 林大哥你好 林大哥你好 瓜田是你的嗎 對 這個是什麼品種 這是人家叫木瓜型的南瓜 木瓜型的南瓜 木瓜型的南瓜 它的有名字嗎 它的名字是阿成 阿成 阿成啊 阿成 你會講阿成的嗎 人家都是什麼台酒 什麼浩子 那個像地瓜都這樣 你為什麼叫阿成 因為這是阿成本身 研究出來了 研究出來了 藝人命名 對 藝人命名 對 什麼情況可以採收 等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採收 它這紅色的 已經到了 然後我們把它點收起來 看這邊 這邊是滿分熟 滿分熟 滿分熟 這邊是九分熟 九分熟 所以你是看這邊來看全熟這樣子 不是看頭或看什麼 我剛剛看以為這裡也可以摘了 這裡也可以摘嗎 這是目前 看它也變紅了 目前還不行 因為這只有六分熟而已 是看底下喔 六分熟 完美 你說很厚啊 那我就刮下來 對啊 我看看 我看看喔 哇 很汁 很美耶 金色的耶 金黃色的 哇 好美喔 那你說這樣可以生吃嗎 你說Q啊 吃看看啊 吃看看喔 嗯 甜甜的 QQ的 對 可是還有點粉粉對不對 對啊 它現在 還沒受水 還沒受水 剛才說 剛才說不能馬上吃 剛才說不能馬上吃 放多久才會受水 差不多三天吃一天 三天吃一個禮拜 還有南瓜味 還有南瓜味 它顏色金黃色 你看在太陽底下 好像黃色的絲瓜喔 林大哥我發現喔 這個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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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們這個籽喔 帶殼不好吃 你這個籽蛋 你不要吃太多啦 為什麼 晚上睡不著我不負責喔 為什麼晚上睡不著 男人的瓜 男人的瓜 這個金瓜又叫南瓜 對 我有聽過 南瓜叫男人的瓜 對 我有聽過 對 我有聽過 這個南瓜籽啊 對生物腺還好 生物腺 對 對女人的瓜 還可以防止高血壓 防止高血壓 防止高血壓 還有可以防止糖 糖尿病 糖尿病 南瓜總是充滿了 捷徑的氣氛以及同趣 本身更富含營養 可以觀賞又美味 每一顆黃層層的南瓜 都是農民心血的結晶 今天我的幸福主張就是 灰汗耕耘 必能歡喜收成 對於我們家爹地 Kevin的幸福主張就是 在廚房裡為所愛的家人 烹調健康原味的料理 今天的幸福料理就是 南瓜泡芙 今天這個食材 蔬菜之王 對 最適合做甜品 不僅是甜品 它做鹹的好吃 做甜的也好吃 對 因為它的味道不會太重 它混合 你看西山想得到的 做南瓜濃湯 還有我們最愛吃的南瓜派 今天我們來做這個 最可愛的小點心 很受歡迎的 對 我們加了這個冰糖 所以叫Pumpkin Cream Puff 對 OK 這個泡芙有一個技巧 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的泡芙因為中間要烤到 Holo 烘到烘 對 所以第一個泡芙這個做 要很重要 對 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是 把點心升級拜 它不是只有蛋黃醬 對 你知道嗎 它最主要是加了南瓜 對 營養加分 OK 那你看前面有這麼多種南瓜 到底要用哪一種呢 阿神南瓜 阿神南瓜 長得像木瓜 對 最容易認 就是它很shapy 我們來看它的顏色好不好 很shapy 其實你會看到外面好像農藥很多 其實不是 不是 它這是果粉 看有果粉很均勻 就是very fresh OK 剛才收出來的 OK 我們先把它刷掉 好 哇 這個肉很厚實 very nice 因為我要做cream puff 是剛好橘橘的顏色 那皮等一下煮過 我要修掉 因為如果現在修掉皮去煮 那你的這個吸太多水 沒有皮保護它 OK 那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可以 我其實喜歡用這個 可是呢 這個剛採收的 你看它下面還綠綠的對不對 綠綠變越少就越熟成 那如果還沒有熟成 它會怎麼樣呢 它裡面 雖然它很美 它外皮 可是如果它還不夠熟成呢 它會有一層綠綠的 你看 有一層 今天我不選擇用這個 因為有綠我的cream 也是要超新 對 OK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 再來做這個裡面的filling 那個cream 先把外衣做好吧 That's right 這個puff要成功 比率要對 雞蛋 水 油 麵粉的比例要對 錯的話 那就會錯 就失敗了 OK 好 那我們先來 先量 先量麵粉好不好 好吧 麵粉 OK 那中筋麵粉要多少 60塊 那假設我要筋性比較夠的 可以用高筋 可以用到高筋 也可以用到高筋 要脆的中筋就OK 如果要比較 那比較中筋的 那一種筋性的呢 就用高筋 好 60克 好 我們先過筛 OK 然後呢 這個全麥90克 OK 比率要對 做點心 那我們這個90克 OK 我們今天的這個puff 就是比外面好吃 在於是我家的這個全麥 它一定會比較賣香 好 我們已經過篩 最重要看有沒有檢查 有沒有一粒一粒的 圓圓的過不掉 不是這個麥要保留 對 麥糊要保留才會香 沒有一粒一粒的麵粉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加進來 OK Good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調水跟油的比率 好 在家裡 你看你奶油可以買fresh butter 它也沒有香精啊什麼 你聞聞看 跟別的brother不一樣 所以它不會很濃的味道 That's right 那我現在用50克 然後我用那個sunflower oil 50克 一半一半 因為有些人怕奶油的味道 所以它這種味道 如果你買到好的法式奶油的話 它比較沒有添加香味 所以它聞起來不會很膩 而且這淡淡的 好像聞到起司的味道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加一半的這個葵花籽油 總共我們水是油的兩倍 也就是說水200CC 油就100CC OK 我讓這個puff 有一點鹽巴的一個鹹度 OK 等一下搭配cream的時候 它是甜的 我們今天當然cream有剪糖 那這個呢 剪下去不膩 然後糖呢 冰糖粉 一茶匙 OK 好 那我們就加一杯的熱水 那我們這個水是200CC OK 我們就給它煮滾 其實在做這個過程裡面 我更覺得在家裡做更好 That's right 因為其實滿容易做的 然後你在家裡做可以用好的油 That's right OK 這個puff太熱不行 要給它冷卻 OK 差不多了對不對 好 我們你來加粉 要給它滾 點心很好 一定要兩個人 OK 好 我們給它滾 這就是你最開心的時候 做點心要雙人心 對 好 來 全部倒 好 我們就是要把它攪到 它全部離鍋 然後要慢慢攪動 輕鬆攪動 不需要這麼用力攪動 對 點心 放鬆 慢動 到後來鍋子呢 在攪動的時候 讓它不黏到鍋底 可是已經離鍋了這樣 對 看一個多 很好 很漂亮 不錯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要加雞蛋四粒 但是我們的雞蛋呢 要降溫一下對不對 要降溫 對 好 我這個給它浸到冷水一下 OK 好 蛋 來 我們加四個蛋 蛋的比例要對 一粒一粒加 因為你現在讓它加 要把那個精度打出來 來 It's OK 快 快 對 沒錯 很好 徐徐加入 你不要四粒蛋全部一起加 你攪不來 你要讓它融入這個豆裡面 這是這邊的一個技巧 就是要慢慢加 這時候你可以轉成scrapper 好 會比較好用 轉成scrapper 好 所以做點心 因為前面太高溫 在拌的時候不要用scrapper 雖然說他們這種可以耐熱 我們還是就不要太熱 對 好 那你會看到它會越來越sticky 然後會越來越smooth 因為蛋加上去它會smooth OK 你看我們在家裡做蛋黃 用好的土雞蛋 用好的土雞蛋有沒有 OK 你的這個puff會更香 今天做這個大概可以做20個puff 應該大概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puff大概看大小 點心更要在家裡做還不錯 對 比較經濟實惠 對 當然就是說我們自己用好的奶油 好的麵粉已經有差 可是再加上你的愛心跟勾的話 那就無價了 OK 你看感覺很有筋性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個pastry是OK的 那我現在就是把它勾起來 他很期待在你打的過程裡面 慢慢慢慢筋性出來之後 好 那如果拉起來 它變成一個三角形就成功了 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OK 好 成功 成功 OK 我們到底要怎麼來烤呢 馬上回來 OK 你需要一個cookie tray OK 然後需要這個烤紙 一個烤紙 parchment paper 烤紙 OK 你先把它反折 然後需要這個pastry bag OK 這個有一個小洞 OK 然後來一個star tip 你看它有一個花紋 等一下擠出來你的cream puff 就是破浪破浪的 OK 這個要剪到 這個可以凸出來三分之一 你看我現在放進去裡面 OK 我放進去這個放進去裡面 它出不來 它出不來 所以我要剪 要留三分之二口 三分之二在裡面 OK 好 那我們先慢慢剪 先剪一點點先 好 然後這個star tip開始出來了 然後把這個 剛才我們這個pastry 這個肉放進去裡面 好 那我們盡量不要把上面裹到 因為這個袋子很大 所以你如果裹到上面 你會浪費很多這個 你就少做幾個pastry 所以你先把它這樣子凹先 OK嗎 幫我 你這樣子嘛 看我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挖進去 來 OK 挖了 剛剛金金不要浪費 因為喔 一點點的這個pastry 就是做半個puff了 OK Yes 很好 把它擠進來 還要溫的 還要溫的 轉一轉讓它空氣出來 OK 出來了 好玩 好玩 我要大一點的圈好嗎 不要 我喜歡小pastry 轉上去 很好 Good 然後這個要旋轉一下 讓它尖尖的下來 好 旋口 讓它離開 對 可是這邊很容易燒焦 所以點一點水 好 我來剪這個 這個擠的時候是這邊下地 然後用這隻手來support它 好美喔 你的花圓比較美耶 然後是靠你的左手 好美喔 然後這個要旋轉一下 讓它尖尖的下來 OK 我們要烤這個puff了 你看 最後一個是藝術品喔 因為你剩剩的一些刮下來 刮下來 最美麗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進烤箱 烤箱的預熱190度 OK 然後呢 給它至少預熱10分鐘 對 來 然後把架子拿出來 OK 1 2 3 好 我們轉到這個預熱的烤架上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去 烤12分鐘 再轉150度 再烤個3到4分鐘 OK 千萬不要烤到燒焦 我們要烤到外面金黃色裡面空洞 OK 12分鐘190度 乖乖喔 一定要漂亮喔 拜拜 等一下來看 好 Let's go OK 對 先要進入那個 香 對 那個cream 好 那我們今天用這個 我剛才有說過 我喜歡它水分不多 我喜歡它夠綿密 OK 好 可是我不要它綠色 可是你煮的時候要帶它皮 OK 那我們先切下來 我要300g 可是我會煮超過300g 因為我會扣掉皮 OK 那我們這邊就是帶皮這樣煮 然後呢 我們現在加100cc的水 給它煮 你要健康加分 你要加Pumpkin 那千萬不要切片 千萬不要用很多水 去把南瓜的營養都煮掉 OK 100cc一點點水 滾了小火 給它7分到8分鐘 來 OK 好了 哇 耶 你看 全麦那麼美 有全麦的 它會有那種 麦糊的那個顏色很美 你看它金黃色剛剛好 OK 然後呢 你把它割開 那你看一下 裡面要有空洞 然後有空洞給你 Feel那個Custard OK 這個Custard不能太甜 因為它的洞那麼大 當然我覺得比較健康 是吃少一點 OK 那我們再看一個 這個是剛才最後亂疊的 這個是那個小刺蝟 亂疊 亂疊 可是到底會不會有空洞 對不對 空空的 耶 成功 OK 好 這個其實要等冷 我們放前面讓它冷卻 好燙喔 很燙啊 對 OK 這個Puff呢 其實也可以隔天放冷藏吃的 可是呢 長輩呢 我覺得可以吃溫溫的 你冷卻一下 讓它有點溫溫 等一下這個Creme 也溫溫這樣放 冬天吃這樣 配一杯咖啡 趕快就這樣吧 好 OK 你要剛好熟呢 它就很Creme 如果你不夠熟 你的Creme 就一顆一顆 等一下要打 那這個一定要煮得夠透 OK 我不要它的皮 OK 一起弄 你弄一塊 我弄一塊 OK 好 那這個Custard 我們需要用的是一個Creme 因為它會比較Smooth 比較Light 所以我先秤70g 先把它塞過 好 然後接著要5粒蛋黃 5粒蛋黃 OK 蛋黃要大概100g 5粒 好 那我們一顆一顆加 你看我們在家裡用的蛋黃 Beautiful So yellowish OK 那我這邊要量那個鮮奶 鮮奶這邊100cc就好 我今天總共這個Custard 用到500cc 可是我先用100cc來調 如果你不太喜歡鮮奶 不喜歡奶味重 就是把奶這樣滴 然後水增加 好 那我這邊呢 剛才煮這個南瓜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400cc加來這邊 要滾它 那你想說為什麼我要滾400cc 然後只用100cc在這邊 因為我要用熱的 好像在勾芡 好像蔥太白粉 還有蔥蓮藕粉 對 然後我用65g的冰糖粉 OK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糖尿病 所以要降糖 其實點心真的糖分要再減一下 好 65g 然後再65g的Cain Sugar OK 一半一半 所以總共130 那我今天呢 因為我是新加坡人 我就喜歡用這個七葉蘭的一個香氣 我這邊呢 給它轉一轉 它的香氣會比較容易出來 那我們把它蓋起來 給它滾 然後我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 OK 確定 你看 很滑 沒有一粒一粒的這個Corn Starch OK 那等一下攪的時候 你下來攪的時候也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攪好的話 邊邊它變成硬硬的幾顆 那你的Custard就不美了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要準備 剛剛的南瓜了 好 這個南瓜加兩大匙的奶油 OK 我不加在裡面 因為不要讓奶油融化成 影響我的Custard的一個質感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要滾喔 最主要讓這個糖也融化 讓這個七葉蘭的香氣 浸到這個裡面有沒有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有南瓜來幫助它更creamy的感覺 好 這個就是把它這樣打 給它打到完全變得很creamy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你看 很creamy 好 哇 很棒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先拿起來 因為它會影響你打到那個Custard 不夠creamy OK 來 那我們這個呢 你會看到 它還不夠像Custard OK 所以我繼續用中小火 一直攪一直攪 因為它變成幾顆幾顆這樣子 下面比較容易熟掉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沒有攪的話 可能它的角落就形成一鍋東西了 OK 當你開始就是感覺有顆粒狀的時候 這時候要注意 可以稍微離火一下 然後再把它拌勻 要不然你就會產生顆粒 然後差不多離火之後均勻的 再回來再用一點火給它收汁 所以你剛才蛋液在小火上 然後那個倒下來就是一直攪 一直攪不能停 OK 好 我們現在把南瓜融入 好 這是今天做好的南瓜蛋黃醬 好吃嗎 好棒 你知道嗎 真的嗎 來 甜分不會太甜 然後它這樣 好棒 好棒 我們準備來喝下午茶吧 對 OK 剛才煮的cream有點稀 可是冰鎮以後拿起來 這樣的一個 consistency很好 就是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 OK 那我這邊要開這個 你可以把它切成上下 這樣子有沒有 你看這個 它現在冷了就比較好切了 OK 這樣子空空的 OK 等一下再蓋上來 把它切斷也可以 那這邊也是 那這邊也是 哇 這麼漂亮 這樣子一個點心啊 哇 超級棒的 你知道嗎 來吧 來吧 上菜了 上菜了 沒有咖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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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迫不及待想吃我們今天的這個節作 南瓜泡芙 你也想吃嗎 南瓜泡芙 你也想吃嗎 我看糖 我看糖泡芙在哪裡 上菜 好 下雪了 好 吃吧 乾杯 你看它的cream 非常順滑 美麗的質感 OK 可是要記得 如果你今天是健康加分 加了南瓜的營養 千萬不要很多水或切片去蒸 然後很多水去把南瓜煮到它營養 香氣都沒了 用少水煮到剛好收乾 然後再把南瓜倒泥加進來 Yes 今天做這個泡芙 讓我很大的感動是說 第一個呢 你完全看不到南瓜的顆粒 我們今天用這個阿誠南瓜 它就是黏又粉 可是它融在裡面的時候 這個根本看不出有南瓜 就像外面的Custard一樣 但是你吃的時候是吃到南瓜 就像南瓜的甜 對 越來越好吃了 真的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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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得配那個無糖咖啡 要配無糖咖啡 要配無糖咖啡